大家好,我是凯超 今天课程内容是存重模块的回顾 以及存重模块的单元测试 我们在入门课程里讲解了这些知识 包括区块链和Substreet的基本知识 Rust的一些基本介绍 以及如何使用Substreet开发一个Rontime模块 这里面包含的详细内容有 Substreet支持的存储数据类型 以及如何使用红开发这样的一个功能模块 并且使用Podout.js API 与我们的节点程序进行交互 如果大家对上面这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去参考入门课程的相关内容 我们的进阶课程对这些知识 不会再去重复的介绍 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链上存证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存证是一种在线服务 用来在某一个时间点验证数据文件是不是存在 以及它的归属 最早是通过比特币网络带有时间出的交易 以及一些额外信息来实现的 使用存证可以用于数字版权 司法存证 供应链素颜和鉴子发票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入门课程一起写的存证相关的模块代码 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存证模块的代码 我们现在打开了substreet node template 它的版本是pog.0.9.25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frame spot 引入的是pog.0.9.25 我们现在来新建我们的poe模块 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依赖卡扣的套目 我们直接拷贝template模块的卡扣的套目文件 然后修改我们对应的信息 模块是palette.poe proof of existence 其他信息我们暂时不去修改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依赖codec编辑码 这样一个包以及skillinfo 可以帮助我们把链上存储项的类型进行编辑码 以及自动的导出给前端使用 frame spot依赖添加了 long time开发所需要的一些红和接口 frame spot定义了系统接口 包含了一些常用的数据类型 比如区块数block number 以及hash这样的数据类型 frame benchmark可以用来方便的去进行基准测试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进行介绍 以及用于测试的dev dependencies 在我们的存储模块里面我们需要用到集合类型vector 所以我们需要引入spscd 我们这里进行引入把sp runtime进行拷贝 然后修改为我们的spscd 然后defaultfeature是false version是6.0 以及对应的版本和gat分支 然后我们添加我们的sd标签 当使用sd标签进行编辑的时候 我们的spscd这样的一个库也是使用sd这样的编辑形式 接着我们添加我们的模块代码 我们需要先立一个folder是src 然后把labss原文件放在src目录下面 这里因为我们新的版本跟之前入门课的版本可能有比较大出入 所以我们这里在大家一起来敲一下存证模块的原代码 同样的我们要添加编译标签 如果不是使用sd标签的话 那么就使用no sd标签 接着我们使用pubuse这样的方式来导出poe模块定义的内容 比如存储单元给外部来使用 接着我们来定义我们的poe模块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模块空间palette里 我们需要添加我们所需要的frame spot palette这样的一个红 我们把字体晶放大 现在应该会看的比较清楚 我们引入frame spot的依赖 使用frame spot palette prelude 新这样的路径来引入预定义的一些依赖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frame spot 提供的一些tune的接口 get接口 以及一些常用的红 同样的我们引入frame system这样的依赖 它的prelude里面包含了引出sd标签这样的一个方便性的进行签名验证的这样的方式方法 接着我们就引入我们的spstd里面的prelude所包含的vector这样的结合类型 引入了依赖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定义我们的模块配置接口 我们是使用russ里面的treat来定义的treatconfig 我们的模块接口叫做config 然后它寄成自frame system的config接口 这样的话我们的config接口里面就拥有了systemconfig接口里面定义的一些数据类型 比如我们刚提到的block number表示区块数量以及hush这样的一些hush系类型 还有accountID用来表示用户的ID也是定义在系统模块里的config接口里 同样的我们不要忘记添加所需要的红 这里用到的是pilotconfig红 接着我们添加我们需要的一些关联类型到模块的config接口里面 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maxclaimlens 它是我们存证最大所接受的长度限制 也就是说你的存证不能超过一定的长度 如果太长会导致脸上的状态包涨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脸上只存储原始内容的hush值 而hush的长度是固定的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的是一个get接口定义的U32整数类型 这个类型后续会在我们的存储像bonded vector这样一个长度受限的结合类型中进行使用 注意这里我们需要使用U32类型 因为bonded vector目前的长度限制是接受U32这样的数据类型 因为它是一个长量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到pilotconfig红 来声明这样的类型是脸上的长量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有意义的注释 比如这里的maximum length of claim that can be added 这样的内容可以在前段进行显示 在配置接口里面我们还需要一个同用的关系类型 是叫做event 在runtime进行配置接口实现的时候 会把runtime定义的event设置在这样的一个类型里 我们所要求的event满足这些条件 它可以从当前模块event类型转换过去 同时它是系统模块的event类型 定义完配置接口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定义我们的模块所需要的结构体 pilot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pilot红 pilot 因为我们的模块会定义自己所需要的存储项 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generateStore这样的红 来帮助我们生成 包含所有存储项的treatStore这样的一个接口 接着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所使用的存储项 proves 它是一个storageMap类型 在substorage里面我们用StorageMap表示一个建置对 这里我们的建是Bondy的Vector U8 也就是U8的一个长度收线的集合 在新的版本里面 Runtime不能直接使用Vector集合类型 而是使用Bondy的Vector这样一个更安全的长度收线的集合类型 它有两个翻译参数 第一个是集合内的元素类型 这里我们是U8 以及第二个翻译参数是Bondy的Vector所接受的最大长度 这里我们是使用我们的关系类型MaxClaimLens来去指定 注意这里只能接受GETU32这样的一个类型 StorageMap的Value是一个包含两个元素的突破 第一个元素是AccountID 第二个元素是BlockNumber 表示我们的存证是属于哪个用户 是在哪一个区块存储进我们的脸上的 这里Blake2128慷慨的这样是一个哈细算法 用来将我们的存储向存储到底层数据库的时候 对它的存储的位置进行哈细计算 我们之前在课程中提到过Blake2是一个密码安全的哈细算法 还有一些更快速的哈细算法 比如XXHush 它们的区别大家可以参考文档或者参考之前的课程 定义完存储之后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所需要的事件 可以在交易执行的过程中进行出发 我们使用Generate Deposit 这样一个红色的一个帮助方法 Deposit Event 可以方便地调用生成事件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里我们定义了两个Event 一个是Claim Created 包含了Account ID信息和我们Claim Vector U8两信息 以及Claim Revocate 同样的包含了Account ID和Vector U8信息 一个事件是在Claim创建的时候出发的 一个事件是在Claim吊销之后出发的 接着我们来定义我们的错误信息 我们使用PilotError这样的红 来定义不同的错误类型 这里我们定义了这种错误 一个是Proof Already Exist 另外一个是Claim Too Long 还有Claim Not Exist 以及Not Claim Owner这样的错误 我们会在后面的可调用函数里面进行使用 这里我们提前进行证明 当然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是在编写可调用函数的时候 发现了有哪些新的错误类型 然后添加到Error这样的一个Enum里面 这里我们使用了Pilot Hooks这样的一个红 来定义一些保留的函数 因为我们存证模块并没有使用任何保留函数 所以我们这里把它制空 那些保留的函数通常包括 Unissualize, Unfinalize, Run-Time Upgrade等等 在区块的不同时机进行执行 现在我们就来定义我们的可调用函数 我们是在Pilot结构体的实现里面添加了Pilot Call 这样一个红来去定义我们的可调用函数 这里我们定义了我们第一个可调用函数是Create Claim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Origin表示交易的发送方 第二个是我们存证的内容Claim 我们刚才提到它通常是一个哈希值 我们这里用Maxu8来表示这样一个哈希的数据内容 返回一个Dispatch Without With Post Info 这里我们还使用了Pilot Weight 这样的红给我们的可调用函数指定一个权重 这里我们给定了一个默认的0这样的权重 之后的课程我们会介绍 如何使用Benchmark来对权重进行合适的定义 首先我们在Create Claim条函数里面需要去教验我们的交易的发送方 我们的交易是一笔签名的交易 接着我们要去教验我们的存证内容哈希值Claim 是不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最大长度 这里我们是使用Bundied Vector的TryFrom方法 把我们的ClaimVectorU8类型转换成Bundied Vector这样的数据类型 如果转换过程中发现长度超过了我们的MaxClaimLength 所指定的长度 那我们就返回一个错误ClaimToLong 同时我们要教验我们的存证的存储项Proof里面 不包含Bundied Claim这样一个键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Claim 还没有存储到我们的Proof存证存储项里面 如果存在我们返回一个错误Proof already exists 证明这样一个Proof已经被别人去申请过 接着我们就可以使用Proof Insert方法来插入我们的键值对 这里我们的键是Bundied Vector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Bundied Claim 以及它的值是一个两元素突破 是交易的发送Found Sender AccountID表示我们的AccountID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当前的区块数 我们使用系统网上提供的Block Number这样的方法 成功的存储之后我们就可以触发一个事件 Claim Created 表示我们的存储已经成功的被创建 紧接着我们返回一个OK 这样我们的存储创建存储的功能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编译是不是通过 在编译之前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存储模块添加到我们的 Note Template所对用的CarticleTOMO 这样一个workspace里面 我们这里要添加我们的Pilot POE 现在来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PODOTV0.9.25 最新的这样一个分支上 它说Build刚刚release 确认一下我们的代码是不是能够成功编译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里编译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的SPSTD 它的版本我们设置的是不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Pilot POE里面 它的SPSTD它的版本是多少 可以看到它的版本是6.0.0 我们这里的提示是 它的当前的Gate分支其实是4.0.0 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substrate的原代码仓库里面 我们找到对应的分支 poc.0.9.25 我们打到这样的一个分支的 那个仓库里面 我们去看对应的Primitiv里面的STD 缩一下STD 可以看到它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cargo.tomo定义的版本号是4.0.0 所以这里我们定义的是6.0.0 我们需要把它修改成4.0.0 接着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它是说下滑线不允许在我们的type signature里面 在puee模块的24号 那我们去查看一下 substrate内置的模块是如何定义 storage map 我们同样还是在这样的一个0.9.25的分支里面 进到substrate 原代码目录 然后我们进到frame里面的 随便进入一个模块 ss加点模块 我们进到它的labrs里面 我们搜索storage map 可以看到它也定义了下滑线 那我们没有定义下滑线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没有添加pilot storage这样一个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pilot storage 我们忘记添加了 我们把它添加 现在我们重新编译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已经成功的编译了 接着我们来添加其他的可调函数 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创建存证 我们现在来添加删除存证 这样的一个可调函数 未来这种时间 我们就直接把代码一起放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代码 删除存证 同样的我们给它一个pilot 未来到一个默认的权重 reval claim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交易的发送方origin 另外一个是存证的哈希值 vector u8 来表示 我们首先也是教业 我们的交业是经过签名的 并且获得我们的交易的发送方sender 接着我们使用bounded vector treft brown 函数来把存证的vector u8类型 转换成我们的bounded vector u8类型 如果claim的长度过长 我们就返回一个claim to long 这样的错误 接着我们要教验我们的存证 已经存在在我们的proof存储项里面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报一个错误 因为只有已经存储的存证 才可以被吊销 我们使用proofs get的方法 传入我们的bounded claim键 来获取我们的proofs的值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键 所对用的值的话 我们就证明我们的存储项里面 并没有存储这样的一个claim 我们返回一个claim not exist错误 如果存储了这样的一个存储项的话 我们就返回对应的存储项的值 它是两个元素中的突破 第一个元素是owner 表示我们的存储的用人 第二个元素是区块数 包括number 这里我们不关心 所以用下滑线 我们需要教验 我们交易的发送方sender 是和我们的存储的用人owner是一致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返回一个错误 notclaimowner 接着我们就可以调用proofs存储项的remove方法 来去删除对应key 所对应的存证 我们这样的key是邦迪的claim 接着我们就可以触发一个事件 claimrevocate 然后ok 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如何去调销一个存证 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转移一个存证 同样的transferclaim转移存证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交易发送方origin 这个是我们存证的海信值 vectoru8claim 确认交易是签名的 并且发挥sender 我们把vectoru8转换成我们的bunded vector 我们同样的去过去我们当前bunded claim 所对应的存储项的值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发挥一个claim notexists这样的错误 因为只有存储在链上的一个存证才可以被转移 如果不存在的话 你需要首先创建claim才可以去转移 让我们去教验我们的交易发送方式 我们存证的拥有人 如果不移植的话 就返回一个作物 我们调用proof insert的方法 来去插入我们新的这样一个键值对 那键的话是我们bunded claim 它的值的话 新的值是一个新的存证的拥有人 我们也是在参数里面传入的 dest表示新的存证运用的account id 然后使用frame system的公众方法 包含number 去过去当前区块数 然后把它OK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可降函数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poe模块引入到我们的runtime里面 我们在runtime cargo.tomo里面 首先去引入pilotpoe模块 因为它和pilottimelate很相似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 pilottimelate复制一份 以及修改表的信息 我们的模块是pilotpoe 它所对应的路径是pilot目录下的poe 接着我们添加我们的编译标签 在这里我们修改成pilotpoe 因为我们并没有对pilotpoe进行runtime benchmark 所以我们不需要添加runtime benchmark标签 try runtime目前也不需要 它是用来测试电商的runtime升级的时候去做一些电商数据测试 我们目前也不需要 添加完依赖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runtime level24文件里面添加我们对应的poe模块实现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把timey模块实现复制一份 然后把它修改为我们的pilotpoe模块 config接口里面有两个类型 第一个是event 我们这里已经有了 还有一个是maxclaimlength 这里我们使用constu32 是由我们的ispruntime提供的这样一个帮助数据类型 config u32 表示是一个满足get接口的u32类型 它的长度是我们这里给的是512 我们bondedvector它的最大长度是512 接着我们把poe模块引入到我们的construa runtime里面的runtime枚具里面 这里是poe模块 pilotpoe 现在我们来编译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编译成功了 我们来在pilotjsapps的前段页面里面进行我们模块测试 我们首先运行我们的节点程序 在targetrelease template 这样一个二进制 编译文件里面 我们运行它 然后使用刚刚dev 这样的一个标签 它表示我们是用dev模式 可以看到现在节点已经启动起来了 并且有新的模块进行引入 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的前段页面 pilotjsapps 我们使用我们的本地节点localnode9944switch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区块正在生成 它的目标blocktime是6秒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chain state里面 可以看我们的poe模块 然后它的proves给一个字结束 以0x来开头 nx0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key对应的值 是不是存在 可以查询 可以看到它是num 表示我们的key对应的值是不存在的 我们现在来发送一笔交易 我们使用alice 它有余制的余额 进入poe模块createclaim 我们来对应keyx01 我们现在来去创建一个client 那么它会存在到链上 待会我们去查询的话 它应该就存在 我们上面的transaction 等待交易确认 可以看到现在交易已经确认了 再回到我们的chain state里面 poe模块proves x01 这样也可以对应的值 现在是否存在 可以看到这时候它已经有了对应的值 但是它的owner是这样一个地址 也就是alice的accountID 它的区块数是在20的时候进行存储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测试一下reboe claim和transfer claim 这样的一个功能 接着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今天课程的重点是编写测试 我们刚才已经一起把poe模块重新写了一样 我们现在来编写对应的测试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同样的是把template模块所提供的一些公共的测试的文件 我们拷贝一下 我们把moc.rs 跑回到我们的m节目里面 以及testrs 其中testrs因为测试像是不同的 我们就把这种给删除掉 moc.rs 这次我们进行一定的修改 比如我们需要这里修改为我们的是pilotpue模块 其他内容我们暂时不去修改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是我们的pue模块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对系统的配置接口进行实现 test是我们用来测试的run time 这里有一些公共的数据类型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block number 表示区块数量 hash hash的数据类型 eaccount id 这里是用u64来表示的 这里我们需要对我们的pilotpue的配置接口进行实现 我们有两个关键类型 第一个是moc.km.lens 使用conc u32来去制定的 最大长度是512 这里new test ext 提供了一个用来测试的帮助方法 可以对区块的初始状态进行配置 同样的我们也是使用consultr run time 构造了这一样的一个test run time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测试所需要的一些pages 我们现在来变相我们测试用力 我们需要使用test的 表现来表示我们这是一个测试 首先测试我们的创建存证 它的happy pass 也就是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我们使用刚才提到的new test ext 这样一个帮助方法来给予我们一定的测试环境 首先构造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输入的信息 比如我们的存证的hash值 claim 它是一个结合类型 这里给一些测试数据 接着我们去断言我们的poe模块 它的create claim应该是能够正常的去创建一个存证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给的是使用1 因为我们前面对c次模型配置里面 account id 它的类型是u32 u64 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个数字类型1 来表示交易发送方以及所需的claim的信息 我们断言它是可以被正常的去创建一个claim 之后的话我们去使用bunded vector的traform方法来把我们的集合类型 转换成bunded vector集合类型 我们对我们的存储项进行断言我们的存储项里面 我们使用assert equal这样一个红来去断言我们的存储项 bunded的claim所对应的值是一个sum 它是由两个元素组成的tuple的一个元素是account id 就是我们这里给发送交易发送方法1 以及我们的区块数量是用system palette的brown number的公共方法来去获取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测试 我们使用cargo test.p指定我们对应的模块运行测试 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去跑任何测试 那原因的话是因为我们在lab.is里面并没有引入我们的子模块 就是test所需要的模块 我们现在把对应的模块引入 我们使用test这样一个表签来表示只有是test的时候才会引入对应的模块 接着我们重新跑一下测试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些错误 我们所需要的bunded vector以及其他一些机器并没有引入 我们使用super星来引入所有的一些运行信息 然后引入我们在brames cloud里面引入我们的bunded vector 可以看到我们cons u32这里也没有引入 我们需要引入我们的cons u32 现在我们来重新跑一下测试 这里还有一个错误就是poe module并没有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mock里面是不是没有去定义 有两个测试通过了 第一个测试是一个内置的一个系统内置的测试 第二测试就是我们createClaimWorks这样一个测试 接着我们来写新的测试 我们来添加一个createClaim失败的场景 同样的我们使用newtestest提供一个测试的环境 我们这里要测试失败场景是当claim已经存在的情况下 创建存证应该会失败 首先我们提供一些测试的内容 claim的内容是一个集合类型 然后我们要去先去创建一个存证 同样的我们是使用newtest2的账户id 然后我们使用assertnoop来表示 当一个存证已经存在的时候 我们再去创建一个存证 使用同样存证内容 那我们应该会报一个错误 是proof already exists这样一个错误 并且assertnoop这样一个红 表示的是我们的调用不会对链上存证进行任何修改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两个测试都已经通过了 这里我们就已经编写了 两个关于创建存证的测试用力 关于测试的内容我们就讲解这么多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作业 我们作业内容是编写对应的测试用力 包括了创建存证 撤销存证以及转移存证 测试用力要尽可能的覆盖我们的 happy path 就是正常的一个场景 以及我们会抛出错误的场景 提高我们代码的测试覆盖率 保证我们代码的安全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参考官方文档 以及我们中文的知识专栏 或者给我发送邮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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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